这个影片我们要介绍的是人体的内分泌线 性线 既然和性别有关 所以当然就要分成男生还有女生两个部分 男性的性线是睾丸 睾丸它可以分泌雄性激素 也就是一般我们说的男性荷尔蒙 女生的性线是卵巢 卵巢会在我们的子宫旁边两个颗粒状的构造 卵巢呢它可以分泌雌性激素 也就是我们说的女性荷尔蒙 男性的睾丸呢 它主要的功能就是分泌雄性激素 雄性激素的功能 第一个它可以促进男性生殖器官的发育成熟 再来呢这个雄性激素它和男性制造精子有关 除此之外雄性激素还会让这个小男生在进入青春期的时候 表现出男性的第二性征 那男性的第二性征包括了喉结会变得明显 然后呢我们会长胡须 再来我们的声音会从这个很天真的同声 渐渐的变成很低沉 变成成熟男性有雌性的这个声音 再来呢会长出阴毛还有阴毛 这些都是男性的第二性征 那这些第二性征的表现都和睾丸分泌的雄性激素有关 女性的性限是卵巢 卵巢它可以分泌雌性激素 雌性激素的功能 它和女性生殖器官的发育成熟有关 包括卵巢子宫的发育等等 再来呢它和月经的行程有关 除此之外它也可以帮助女性在青春期的时候 表现出第二性征 女生的第二性征包括乳房的发育 一样我们会长阴毛长异毛等等 所以在这个性线呢 它是和我们这个性别 男性女性他们的生殖功能 生殖器官的发育 还有第二性征的表现 都非常重要的一种内分泌线